3日晚间 中国大陆新疆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发生了万人上街头抗议的事件 抗议的原因是由于近两个星期以来 至少有400多位民众 遭到来源不明的症状物刺伤 当地民众对于治安败坏 感到恐慌和愤慨 于是上街头要求当局负责人下台 而在今天早上 当局出动了武装部队 在街上巡逻 下令关闭学校 星期四有超过1000人 在乌鲁木齐聚集抗议 其中主要是汉人 他们谴责地方政府 并抗议成立日益恶化的治安 要求新疆党委书记王勒泉下台 船防暴服的远景 封锁了乌鲁木齐市中心的道路 这次抗议的起因之一是 乌鲁木齐发生了有人用注射奇针 攻击民众事件 到星期三9月2日为止 大约有476人被注射奇针刺伤 其中433名受害者是汉人 据乌鲁木齐的一名医生透露 被注射奇针刺伤的人数 可能高达1000人 据中共官方媒体报道 警方已经在新疆逮捕了15名 使用注射器伤人的攻击者 加剧该地区族群间的紧张关系 另外一名不透露姓名的乌鲁木齐伤人 在接受BBC采访时说 汉族人从星期三就开始游行了 他的店门外一度聚集了 约有2000人 当时武警也无法将这些人驱散 过去中国部分地区 曾传出被带有 艾滋病毒的针头攻击的事件 引起民众恐慌 新唐人亚太电视 国际新闻部编译